自然疗法心得分享 接下来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 脑鸣跟脑雾 各位 医师可能听了以后觉得 好像是 脏恶 金刚摸不着头脑 什么叫brain fog 什么叫脑鸣 不是耳鸣而已吗 脑鸣是什么意思呢 像这个患者 他10月5号 这个月 10月5号来 他 他本身是说有癌症 他也是有很多这个情绪的问题 他就来做 热疗 做热疗以后呢 他的这个 尿 本来酸碱值是8的 第一根是 热疗前的尿 第二根是热疗后的尿 第三根 是 这个 热疗后的汗 你看 他的这个尿液 由8 变成7 自由基本来没有排出来的 热疗后才排出来 结果呢 第二天他又来了 我说你今天要来要做什么 他说要做热疗 我想说昨天才做 我说那你今天 昨天做完感觉怎么样 他说 他本来 他说这个人就是 从小身体就很不好 他妈妈说你从小就体重多病 你长大大概身体也不可能好 你医生也不用看了啦 你反正就是这样的啦 他说我也以为是这样 他说 我去哪里 听人家讲 都要带那个录音笔 回来要一直听 想到要听 听了不会理解 理解了以后呢 又不会记忆 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 做完有没有好一点 他说我幻间整个人就清醒啦 这样 我觉得 哇好震撼喔 患者这样亲口讲的 整个人就清醒过来了 我觉得 就是脑雾 你看喔 他的这个 神经细胞里面 酸碱质 降低了 人比较清醒了 酸排掉 治愈肌排掉一些 他11月6号是这样 还是一样 8 尿还是8 做完还是7 还是排不掉 他后来已经变成5了 我今天没有把它放出来 他到了11月8号 他这个 尿 做热疗之前是8 做热疗之后尿酸碱质还是8 酸还是排不出来 自由肌还是排不出来 那怎么办 可是他的汗喔 你看喔 第三只汗有排自由肌 所以我们讲要多运动 要多排汗就是这样 好 我说那你这样的话 那你就去保健馆洗清吧 那你就去保健馆洗清吧 做完热疗就洗清 他最后 倒数 最右边第2只 你看他洗完清 他的尿这边5.5了 酸就排掉 自由肌也排掉了 第6后面两只都是这样 你知道吗 他说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样看起来自由肌酸都有排出来喔 你有什么 不一样的感觉吗 他说 他说他从小到大 胸口都好像有一个石头压住 刚刚 刚刚 一个小时前 他觉得石头被拿开了 我一听 是很震撼 我这种个案 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不过那个时候都没有 验酸碱脂面 用嘴巴讲的 用嘴巴讲的 好像可信度不高 所以我就没有拿出来 有一个在 越南经商的台商 身上 装了9个支架 做了 8次心导管 每次吸气梗才放支架 他也是这样 他说 他跟我分享说 他说 吸得清以后 那个 心里面那个 心上面压的那个石头 就被搬开了 我怎么想象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无法理解 什么意思 还有 有一个就在中立的 一个 40多岁 的人 也是 叫做 主动脉玻璃 主动脉玻璃 我们急诊也常看到 一不小心就挂的人 就会死亡的 后来他就及时打开动脉 用那个 体外循环 放了一只大水管在里面 压住 他说开完刀 是活 是没错 就是 心头的一个石头 就好像拿不开 一吸完就 消掉了 这种我看 不下好几十粒 那今天我会把这个拿出来讲 就是说因为 这个有数据 你知道吗 没有数据 我讲话 好像往楼 这样在放大炮 对不对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个案 我才敢拿出来 跟大家讲讲看 后来 我就 双死节 我也没在休息 一直帮这个患者 在 在 在处理 你看他的这个 10月5号6号7号8号9号 他后面还有很多 我就暂时还没有给他 说出来 你看他10月5号来的这个 第1支第2支第3支 第1支就是 做热疗之前的尿 第2支就是做热疗以后的 自由剂 你看好红啊好黑啊 最右 最左边这一支有没有 汗也很多 那么10月6号你看 自由剂平常排不出来的 要靠这个 热疗才排出来 那么第3支 10月7号 就很奇怪 我到现在为止 搞不清楚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这个 豆浆一样 或者是像那个 什么东西啊 好像那个 浇水一样 糊糊的 这什么东西 我到现在还搞不懂 因为我们没有送去化验 知道就是这样而已 那么第10月8号 你看他尿 自己排了 自己排了 自由剂了 可是最后面 这两支 他就是吸了清以后的 我说那个 好像石头拿开的 这个 这两支 就是很奇怪 10月9号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 他到后来一直 就 酸一直在排了 这样有时候 他来就是 尿变成 都红红的 就 变化比意 没有那么大 还有这个 顺便讲一下脑雾的 像刚才这个 我在前面有讲过的 这个小孩子是想自杀 这种很多 有时候就 像这些人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个 香港来的小朋友 他中文讲的不太好 他就 妥瑞 过动 很厉害 就给他 去保健馆 体验的清以后呢 我问他小朋友 现在怎么样 我看他脑坡 酱很多嘛 结果呢 他说 他直指他的头 他说通了 这样 后来再 多几个小时后 回来 又再做脑坡 哎 几乎都 一场脑坡消失了 他问他 有没有不舒服 因为他讲广东话嘛 他说 更通了 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 像这个小朋友也是 他就 常常这样 烦了 你的这个 一个人 你的那个酸减值很高 脑细胞 就在喊救命 怎么睡觉 根本就不能睡 所以 为什么几乎 百分之 百的人 吸得清 都会 变成很好睡 那当然有一些人 吸得清是很 嗨好几天的 那是脑坡有另外的变化 我们另外在谈 像这个也是一样 前面有提过的脑雾也是这样 他就是主述说 我的脑好像 毛玻璃 好像你开车 下雨天 冷气不能开 那个都结 结一个雾 水雾这样 这个感觉这个就是脑雾 这个就是脑雾 甚至还有一些人脑鸣的 脑鸣的效果也是很快 我们如果说是脑鸣的话 就问他 看 问病死 看是外耳 还是中耳 还是内耳 后来我就 有时候跟他说 你这是脑鸣 他根本分不清左边右边 他听力都没有受损 就是脑细胞在喊救命 这种效果也很快 就是脑细胞在喊救命 引起的这个 声音 还有就是 自力神经失调 这边也是有个人脑雾雾的 他说 湿地不对交踩不到地 他来看 我说你来看什么呢 他说我来看自力神经失调 我去问他说是谁告诉你失调的 他说我自己想我应该是失调 他说我上网找了很多资料 他说我说你怎样 是力不对交 那你是近视喔 他说不是 我没有近视 我就看你看看看 我要调了好久才能看到你的脸 好像调相机一样 他自己讲到 这个是我自己很深刻的经验 脚踩不到地 脚踩不到地是怎样 他说那个脚 地明明是平的 他每个踩下去好像 落空这样 这个很有意思 我看他的 尿是八 九 八八八七点五 都没有排掉 你看他这样 他手脚不听使唤 手脚不听使唤 手脚不听使唤 我说那你不就是走路吗 他说不是 有时候我想拿东西 想要去拿那个手好像启动的好慢 然后要放东西好像 我说那里中风 那不是 手好像不是自己的手 脚不是自己的脚 这个就是脑细胞太酸 神经传导异常 后来 他来复诊 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好一些啊 我都不敢 问病人有没有痊愈啊 这种是不会好的病嘛 一般上讲 我怎么问痊愈 我说你没有好一点啊 他说基本上好了大概九成了 九成 他说我说你应该继续啊 把他排到五啊 他说不要不要 我已经很满意了 这样 所以很多患者 他觉得 剩下一点点还可以接受 我说那你做生脱饮食啊 不用啦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那你要去多细清 不用啦 很多患者都是觉得好很多 可是他不知道危机还在后面 所以说 酸跟自由级的排 老师说 我讲到都有一点不好意思啦 好像你王清光医师什么都不会嘛 还要你医师干嘛 是啊 我说我们医师会事业就是这样啊 以后一些中心 所以医生都不要 看诊啦 排第二线 请一个排酸师排自由级师就好了嘛 那我们医师要干嘛 一般的那个服务员就可以做了嘛 事实上是这样喔 服务员做不用 机器人就可以做了 我目前在做一个机器人软体 以后我们很多医师 会强调很多医师的工作知道吗 医学中心只要摆几台机器人 先生你好 我来帮你排酸 排自由级 他排不好才去看 才去看第二线 会诊啦 对不对 我们医生都会失业了 要小心一点 所以说大家要看这个 轻分子医学啦 好 今天就讲到这边 大家看下一集 二氧化碳慢性重症